哈囉大家好 我是黑板 今天呢是2023年的最後一天 同時您看到的這支影片呢 也是2023年的最後一支影片 那首先呢 先在此跟各位拜個非常早的早年 新年快樂 今年2023呢 感謝有各位的相伴 那讓黑板呢 能夠來到今天的年末最後一步 都還算是順順利利 那麼今天呢 在年末的最後一天呢 我要來call out給一些 長久以來一直支持著 我本人的一些觀眾 真的非常的感激喔 小弟何德何能 能夠讓這些觀眾 一直一直在關注這黑板的生活 那所以呢 我今天會打給三個觀眾 那我們來一一的跟他們拜個早年 然後並且表達 一個頻道主 真的非常感謝的一個謝意 那第一位呢 他說 他是一個小小的粉絲 從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看黑板的影片 每次都很想跟上直播 但都只跟上一下下的觀眾 希望大家2024可以順利 如果可以請幫我finger cross一下 你說的finger cross 是這種的 這種的 這種的 還是他是這種的 好不好 我兩種都給 好不好 我兩種都給 因為這個finger cross呢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他就是一個好運的象徵 那因為呢 他希望說他能夠在2024 順利的完成 碩論 畢業 好不好 先掌聲 這個真的是一條不簡單的路 好不好 碩士論文 真的 我還沒有讀碩士 我就已經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痛苦的存在 所以 非常誠心的 就是祝福呢 這個瑞絲 他是瑞絲 能夠在2024 順利的完成這個碩士論文 並且 順利的畢業 那我們現在就來 撥打給瑞絲 哈囉 瑞絲 瑞絲嘛 哇真的是 雖然已經有好幾次的訊息往來 但是還是第一次這樣直接聽到聲音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先有先 就是先講完你前面留的那個 所以你現在是在 碩士 ing嗎 哇所以你是 你是哪方面的 我是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 天啊 聽起來也太 聽起來也太難接觸了吧 大學畢業 然後 先去外面的資訊補習班 工作一年 然後就發現很喜歡 交小朋友 想說那我就去 讀個師大好了 天啊原來師大是可以說 想說讀個就讀個了嗎 我記得 你好像是從twitch就有在看了是不是 對對 天啊你是那個說podcast的那一個嗎 對對對 那我完全有印象耶 就是 就是 因為我記得我有一次在twitch然後 你就出現了就你的ID然後就說 你好像跟著誰一起聽我的podcast 你聽的就是我們最匪夷所思的那集 因為我們想說 沒有 感覺沒有什麼主題啊 就兩個喝醉的人在 在那邊瞎胡扯 對所以我想說 我想說你 裡面有提到說 你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看 我就突然想到說 你好像是從 podcast開始聽的 所以你是 從youtube的podcast嗎 對對對 就是什麼 是我點到嗎 還是有一點久了 所以你平常是有在聽podcast嗎 有有 喔那真的你很衰耶 推薦你到這種頻道 你還有辦法把它聽完 就覺得還蠻有趣 而且我很喜歡聽閒聊 或者是 就是 日常的那種感覺 喔你喜歡閒聊的 就是那種 就真的是 講難聽的就是大家在講幹話 講屁話那種感覺 沒有主題線的東西很難 做成podcast 除非你已經本來就 從事別的方面的一些 影片的主題 然後你再來去延伸那種閒聊 就有點像那個人家說 LNG的那種閒聊的感覺 喔我超喜歡 對對對 對LNG的精華真的是 很棒的一個存在 而且我非常喜歡 超過一兩個小時的那種podcast 對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 那個那個 其實有時候你已經不管他裡面在講什麼了 就是 他 有在陪伴的感覺 對沒錯 有一個聲音 對 然後就很有趣 對對對對對 我完全能理解你 你之前傳的非常多東西 真的都是一個 頻道的 動力耶 真的就前陣子你不是 真的真的前陣子 你看到那個宅子道嗎 你從宅子道看到 我看到的時候馬上就倒回去 看到有時候 欸 真的 欸 好像有點眼熟 有點眼熟 然後你倒回去想說 是嗎 真的是嗎 這樣 哇你真的是很觀察入 欸 你人一個 你的一個 就是他們的那個 我記得他們是拆地理的那個嗎 對對對 我叫拆地理那個 我那時候嚇到我想說 哇 既然有人真的去注意到 你後面就傳了一些文字 我覺得我其實那天晚上還 其實應該說那陣子 你知道生活類的影片 你有點 你有 你總有一天會遇到瓶頸 就是當我不再出去玩 不再出國的時候 你甚至不知道你可以排什麼 然後又甚至是 平時就我在 實習的時間就占掉大半 所以其實基本上下半年對我來說 拍任何的影片都很難 其實都一直有想要 稍微先稍作休息的感覺 但是哇 你的那個文字是 知有溫度欸 你應該去 你應該也是很適合那種 心理諮商類型的那種車系 你應該 我覺得你應該是那種 會開 開導朋友的那種人吧 那時候你傳來的東西 真的變成這個 頻道的動力 真的就是 現在這個頻道還有影片 先大家先感謝瑞斯 現在先在影片前面 先掌聲這樣 不小心 這個頻道不知道為什麼 來到了10千訂閱 就是一個雖然沒有很多 對對對 但就是又破了一個 對就是又破了一個千級的門檻 但對我來說 其實是非常的不可思議 因為你要知道現在這個 恐怖的市場 然後又加上 我們是沒有屬於那種沒有主題性 也沒有任何的 人家要講的真的成功的那種都是有一些自己的風格或特色的人 那到底是什麼我一直很想知道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想法會讓你就是持續的這樣一直在關注這個小弟的這個沒有什麼主題的一個頻道 我覺得就很像那個就是文具店嗎 就是很貼近生活的那種就反而這種對我來講我覺得比較有趣 你完全讓我大開眼界 我是一個金石堂知道嗎 那是金石堂對 哇塞 很妙的比喻耶 因為我甚至不知道說 這樣的一個頻道是有辦法抓住別人的 很迷惘 你沒有一個主題性你真的很難去跟人家說三道四 但是你今天有點說服我 懂你的意思喔我覺得我有點被打開那個眼界了 你不敢想像耶 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你會讓人家就是 是一個陪伴 是一個存 是一個陪伴的存在 我是不敢自己這樣講 但我覺得還蠻 還蠻妙的 哇 所以我們的東西是真的有就會讓我有點愧疚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的影片真的你會覺得說 蛤我不知道要怎麼樣怎麼樣拍出更好的東西 一講我就覺得OK 所以這樣的這樣的一個形式是還是有人可以接受的 對我可以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很怪就是就是我譬如說像我讀資管系 然後一個刻板印象就是我身邊的同學都很會打遊戲 然後打就是有一個steam上面玩一些遊戲 然後我就是一個很不會玩遊戲的人 所以我就很喜歡譬如說在discord上面啊 或者是跟我身邊的朋友就很喜歡看他們玩遊戲 然後玩遊戲自然而然就可能會講講幹話啊什麼的 我就覺得這種還蠻 就是譬如說生活上面可能很多事情的煩惱 或者是明天要幹嘛今天要幹嘛 很多計畫的事情要做 可是那個當下你就會覺得是很 就真的放鬆 而且是有陪伴的那種放鬆 對 喔 有沒有什麼是 你現在一想就會馬上你覺得印象深刻的 我還是那個欸 是聊前任嗎 好神奇啊 是聊前任嗎還是女朋友 對對對 所以是Podcast那類的嗎 如果是最近的話我想一下就是還有試吃的影片還是什麼 對 試吃很多 所以說實在我有時候都忘記有吃過什麼東西 真的有時候真的會覺得 因為有時候是覺得這個東西很新奇 比如說皮蛋泡芙 你能不吃嗎 對對對就是那種會想試試看 那我是不敢奢求說有人會願意點進來這樣的影片 但是好像會有人點欸 好像會有人點欸 就是非常感謝這樣子就是在文具店採購的就是觀眾夥伴們 IG裡面我記得好像不只一次的訊息交流欸 就是每一次都是那種聖靈充滿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 真的聖靈充滿 好好笑 對會覺得說做不下去影片的時候就是靠觀眾的心靈雞湯 非常的沒有出息但是就只能靠觀眾 其實很矛盾 就是你一方面又沒有很希望頻道被很多人看到的原因是 我們這種人在聊天的時候非常容易沿上的這種類型的 會對會會更加的會要去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 所以我會覺得說能夠這樣子經營一個小小的就是 被幾個人這樣子大家一起成長的這樣 陪伴著就是某些某部分的群組的一個人 慢慢的就大家一步一腳印的過每一天這樣 我會覺得還蠻好像還蠻值得的 我想要就是問一下說你明年有沒有一些期許 你能夠明年年底的時候再回來看一下你到底有沒有自己有沒有達成 我只想要研究所畢業 這是當前當務之極這是最重要的 對 你覺得哪種人適合看這個頻道 這受眾呢 這個愛人 愛人 竟然用MVTI OK你說愛人跟 疑人這樣 就是任何人都是 就是任何人 掌聲 非常兩全其美的一個答案 我也很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會想要在頻道看到什麼樣類型的影片 什麼樣類型喔 對 好難喔 好像都可以接受耶 對因為你就是一個文具店的一個感覺 你就是喜歡那種文具店給你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短的很適合配飯 這樣很過分嗎 短的很適合配飯 應該你說的短是多短 就是可能10分鐘以內的 喔所以你反而喜歡10分鐘以內的片 10分鐘以內很適合配飯 可是10分鐘以上的話 比如說我做事情 或者是睡前 或者是我滑手機 然後想要有聽東西的時候 就還蠻適合播的 就你也不會有 自己也不會太多情緒的起伏 可是還蠻有趣的 然後也不會聽不清楚 我覺得很多就是 長 就影片稍微長一點點的 然後假如我播在旁邊的話 我會聽不太清楚 耳朵問題 喔 因為會有時候可能會分心之類的 對 但是我就覺得還蠻適合的 就如果你需要一個聲音 或者是休閒的時候 可以補一個空隙 或是你很無聊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閒閒的事情 像肚子雖然沒有餓 可是嘴殘的時候 可以看一個 就可能你在夾可樂果的時候 想說你點進來這個人的頻道 看一下又發生了什麼 這個世界又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這樣子 對呀 可是就不會忘記說 要看一下有沒有更新 就有些可能看完 然後就 天啊 還不會忘記 這也太感人了吧 我是小粉絲 哇天啊 就是 何德何能有這樣子一個 四千人的一個爛 我的頻道就很像 你在信義 信義威秀商圈這樣子 然後 奇怪 就為什麼101南山 然後中間有一個破爛的透天這樣 就是你在一個比較大範圈的東西裡面 你就是看到了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你還去就是把它改造成文具店 我真的是 我們真的是要非常的掌聲獻給這個 我們非常偉大的瑞斯這個頻道的幕後工程 太困難了 這真的是 真的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不能被數據影響的人 其實是非常吃這種 這方面的應該說這方面的言語的一個激勵吧 就是你碩士完就可以考慮說去攻一下 就是心理方面 就是 剛剛我們其實沒有錄影的時候 我們聊了非常多MBTI的事情 不好意思浪費你就是比較久的時間啦 沒有不會不會 有點浪費太久 因為我就是一個 還是一樣在持續這個頻道的初衷 就是沒什麼內容 沒有 瞎了啦 我們就是一個交流啦 那天在等紅燈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哲學奇蹟 就是我的人生也才幾秒而已 我光是等這個紅燈就要99秒 那最後非常 也是非常不好意思的 就是可能要 先 嗯 對對對 就可能今天就是占用你的時間到這邊 那因為 不好意思後面還有事情 那也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就是今年這個頻道 就是有的那個就是 瑞斯節的這個伴隨著我們成長 大家就是有 現在有影片都先 就先感謝一下瑞斯 下面留言都感謝一波瑞斯 那 不用 喔不用是嗎 我要跪下了我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非常感謝 就是這個動力 真的非常的那個 我再說一次 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 說之論文能夠非常順利 那可能也可以有 額外的一些新的突破跟成就 那我們可能就是也 想盡辦法讓自己的生活不要那麼無趣 那講話再有內容一點這樣子 非常感謝 真的謝謝 謝謝 真的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那 非常感謝 那我們明年呢 大家一起繼續加油 謝謝喔 謝謝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拜拜 拜拜 順利喔 順利順利 那非常的開心 認識瑞斯這樣子一個溫暖的存在 那也謝謝瑞斯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迎接我們的下一位 我給每個人都一句話 那他的一句話就真的一句話 他說黑板不要再躲了 我們來打給我們的五加七 這組呢是兩個人 五加七跟黃北好不好 走走走 兩位老熟了嘛 老熟了 今天我們邀請到這兩位呢 是這個 他直接給我留了一句 黑板不要再躲了 我就想問我躲什麼 板哥 板哥不要再躲了 板哥 板哥是盲人啊 板哥能出去的部分就是走都給你走到啊 忘記按到錄影了 OK 掌聲 聲音會斷斷續續 就很像你講髒話被麻掉 那種感覺 那有可能我剛剛真的講的是髒話 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看到這個頻道的 黃北推介我看 我大概去年吧 那個叫什麼 詐騙集團那一集 又是詐騙 不是 等一下 我這邊有一個 我這邊有一個點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可以感謝你一下 就是有一次你在IG 然後你在那邊PO那什麼Panda Pro那個操作 欸幹 那個真的幫到我欸 好爽喔 Panda Pro那個嗎 欸對啊 對啊對啊 我記得一個月變三十幾塊而已 那你這些鬼招都是去哪邊想到的 我覺得超神奇的欸 有時候是可能身邊的人有推薦的話 我會第一時間馬上拍影片 真的 馬上先趁第一波的流量 喔 我覺得 所以你也是有一個幕僚 幕僚團隊在 可能有一個幕僚 我明年不去選總統 好像有點可惜欸 可是你有一些影片流量很高欸 應該說有時候演算法也是蠻瘋的啦 像那個有一次那個 你說有阿蘇比那個 有阿蘇比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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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夠瘋 哇 要多瘋 要多瘋 在市民大道裸奔這樣夠瘋嗎 最好到這個level 最好到這個level 好那我明天就去 我會在錄關上面喔 好 我會在錄關上面喔 你們都是第一波的觀眾喔 所以 所以你們剛剛說 一開始看就是看到那個 詐騙嘛 你一開始看到的想法是什麼 你可以要拍影片 然後你還可以剛好要攔截 你還可以攔截到詐騙電話 然後把它變影片 應該說我 我那個電腦的OBS都是開著的 喔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就是隨時可能 因為我人生有一個志向就是 我只要錄到說 喔我在地震當下我把它錄起來 頻道可以收了 頻道可以收了 可以鎮內湖就好了 鎮內湖可以 鎮內湖我ok喔 你是說前幾個月的房子事件嗎 那你就算是對這邊老熟了喔 那個 那個地板比我的人生還要空洞喔 對不對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集啊 我也算是航空迷吧 你那一集那個姓航空 那叫什麼開航的時候 首行的那個嗎 對 首行的那個也是蹭了一波K董啦 而且我也沒想到會有那個活動 我沒有想到 因為我算是老鮮魚粉的 老鮮魚粉的 還有那些啊 你的試吃有沒有 都很髒 哇 你不要在那邊學我 我覺得你可以做那種色色街 色色街坊 我是怎樣 內湖的小哥哥愛你嗎 我們還是吃你 不是 要跟你平常的形象差很多 我覺得你看 你看你的樣子就是一個 那種 我跟你講 色龜 色色街坊 那就是跟我的人色一樣而已 真的嗎 ok 你做那種王煞街坊感覺不錯 所以你會希望說看到有一個街坊系列的一個影片嗎 對啊對啊 我會想要看到你做這種 我到底要放在YouTube還是Swag 放在那個Pornhub啦 我可能就上傳的管道錯了 欸啊拜託 Pornhub都可以看微積分欸 都可以看怎麼結微積分欸 可是我拍的是真的在交合的 是真的可以在Pornhub裡面的東西 我不是數學欸 那接下來想要看時操的去Pornhub付費啊 對然後付 再去那個OnlyFans看無碼 要收割幾次 要割幾次韭菜 我覺得你也可以拍一個街頭系列 就是你讓別人幫你掌鏡 然後你路上隨機挑釁人家 然後最後再跟他講說 Prank 然後你再給他錢 那我玩大一點 我第一集去台中 你看我會不會活著好不好 欸我覺得這種真的蠻有趣的欸 我覺得這流量會爆 我覺得 我的眼球啊 啊膝蓋啊 都會跟流量一起爆啊 頭蓋鼓啊 還是我們就拍一集就是 在台中瘋狂按喇叭 看按到第幾台的時候會死 欸敢不敢 我不敢 欸這個流量真的會爆 這個流量真的會爆 其實你知道我私下會點進去你們限動看嗎 真的假的 我們兩個欸 我們兩個喔 我居然有這個榮幸也被你看嗎 我覺得黃北 黃北也就算了 我也有 那哪種人適合看這破頻道 我講認真 就是因為你的 你的TA就是還沒有真的很定型 我覺得所有人都應該可以小推廣一下 只是 你現在最大最大的劣勢也是因為你的TA沒有定型 但是沒主題性的東西說實在你很難有立足點去定型啊 因為比如說3C你就會想到什麼Joeman還是Tim哥之類的嘛 都被讚了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現在沒有一塊大餅是空的啊 其實還有航空啊 航空還是有一個大餅在 可是航空這塊大餅本身就很多人在搜刮啊 你看航空任何主題的人都會想要去策略航空這個東西 台灣這兩年疫情過後很多人都腦子都被悶出病了欸 都被腦霧了 腦霧了欸 就戴口罩戴到直接吸一氧化那吸到缺氧這樣欸 割喉那個也是智障 就是個垃圾 這樣好多都不能錄進去喔 對啊 大概可以用了只有兩分鐘 像今天我們這一段聊天的過程 對你的影片是會有幫助嗎 有啦可以啦 我覺得反正就 如果影片是你給他100%好了啦 今天聊的會放進去的大概3% 當然其他97%都我們快樂自己快樂就好了 OKOK 那我們影片這邊先收啊 OK Nice 感謝啦 聊得很開心 謝謝啦 非常感謝 我們的線下見面會一下 線下見面 線下見面 好啦謝謝 好 招點碎 招點碎喔 好謝謝啦 謝謝 OK 晚安 晚安 掰掰 掰掰 好的 那剛剛分別跟三位觀眾聊到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謝謝瑞絲 謝謝佳琪 然後謝謝黃貝 那非常開心有這三位觀眾一路以來一直陪伴 即便這兩通電話的風格比較不一樣 但還是非常開心 能夠有跟觀眾這樣子的一個接觸 那非常感謝在幾天前呢 這個頻道又突破了另外一個千級的訂閱門檻 那這個努力呢 其實我不認為說在於我本人 我覺得是在於大家一起這樣子 共同的靠你們一個一個訂閱來讓這個頻道 算多嗎 我覺得不多 但是我覺得 再以一個這樣子沒有什麼主題風格 然後沒有什麼主題導向的一個頻道 我覺得能夠有這樣子也是非常不容易 那尤其是在這個市場裡面 各個都是超新星 那就我一個小丑在那邊籌 那麼其實還有非常多的一個官 這麼晚還有觀眾打 好 來 欸 你好 恰共 屁言 那既然如此了 你都進來了 那就問一下你吧 那你要問什麼 你說 你一開始看到這個頻道是哪一部影片 是詐騙那一部 你第一次看我的頻道影片詐騙那一部 來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是澎湖那一部 澎湖嗎 你算是老觀眾了 拜託 我是骨灰子的 哇 你是要變骨灰了 我現在被骨灰了 那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集 最印象深刻喔 喔 我因為你最印象深刻 就是我拍喝酒的那一集 為什麼印象深刻 很累 然後我知道那整天整個新鎮是怎樣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超累 超硬 一個是拍喝酒的遊戲嘛 然後就廣東 喝完之後又要馬上接Podcast 喝完之後馬上錄Podcast 超累 超猛 而且說真的那個Podcast是我最丟臉的一集 你會想要在頻道看到什麼類型的影片 我希望看到黑板可以再跳一次 嘟嘟嘟嘟嘟 好 那你覺得說哪一種人適合看這個頻道 哈哈哈哈 你說哪一種人嗎 對 想看你丟臉吧 比如我 那個嘟嘟嘟嘟嘟 真的是我看過你 好 那你對明年的自己有什麼期許 希望能做到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能夠達成 那你明年再回來看說你今年有沒有達成 你現在頻道這麼detail 幹嘛 哦 那你不用講了 我大概知道 不外乎就這個就那個 做到一個好工作 然後有一個好的陪伴 對不對 趕快結婚讓我阿嬤看咒 22歲就要結婚當咒 你是說國片的那個咒嗎 今年也算是頻道的一份子 那你覺得說今天這樣子 你有什麼訊息想要透露給大家的 我覺得真實 真實 真的很重要 哇 因為其實看我們頻道的人都知道說 我們朋友來來去去的嘛對不對 對 我們都無法想像說身邊的人什麼時候會離開 無常啊 對 不管是你身邊的親朋好友 什麼家人阿 公阿嬤 或是你旁邊的朋友 女朋友 情人 老婆 老公之類的 真的珍惜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不要說沒關係啦 反正以後都會拍得到 像是我 我們現在要畢業了嘛 對不對 對 我也很常去找我家人去拍學師傅 這也是一個激動一個珍惜這個時刻的一個想法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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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沒喝喔 沒喝就講這樣喔 沒有啦 真的是感受很深的東西 對啦 我知道啊 就真的是 就包括是連我們自己身邊的人都是如此 對啊 所以就是觀眾珍惜啊 看一次掃一次 觀眾珍惜啊 且戰且走 好啦 那再一次的祝福各位 原本就想說單純的就跟觀眾call out完之後 講完一些話就結束 但是決定還是要邀請我們這個頻道也是成員的議員 來一起在2023年末做一個總結 期待明年會再搞出什麼樣更屌的影片 好不好 因為 那明年又會少了誰 對 因為今年你2023回去看我那些影片 2022年底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會有這些紀錄過程 所以是一個還蠻值得期待的東西 非常感謝各位今年一整年的陪伴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謝謝各位 新年快樂 掰掰 掰 我希望你能看的 還在這裡 百年快樂 加油 得意 快樂 錢